一場來到清邁,有間屋一定要拜訪一下 是什麼屋呢? 就叫做一間屋,The House 這個The House來自一個清邁家品品牌 那個品牌叫Ginger,即是薑 在這裡有東西賣,也有東西吃 看看這間咖啡店 一店二用 這個就是他們的品牌 在曼谷某些大型商場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影 泰式設計,而且來自清邁 但不要以為很老套 都挺潮激型的 最大特色之處,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去做他們的創作 杯杯碟碟,各樣 全部都是七彩繽紛 因為店主相信 人生應該充滿色彩,很漂亮,很漂亮 也是,凡事向好那邊看 你看看,這顏色真的不錯 大家來到這裡,既可以買東西 亦都可以吃東西 一邊就是其中一個吃東西的地帶 雖然部分產品在曼谷都可以找到 但總有一些都找不到 例如這個,跟大品像有關的 就是這裡的限量版 於是乎,連這裡的樓盤都用了這些大品像圖案 而且,這裡的地方 很明顯 批評 空間 批評 設估作 defect 或是 不 這個來自清白的品牌 在這個店裡 除了有東西賣外還有食物 有兩邊的餐廳 那邊比較像一些 這裡的傳統少少 但傳統得來也有型 所吃的東西就是正宗的泰菜 不過就好一點 舉例這個 大大件的豬骨 價錢大概是300元 至於這個 就是窄感式的泰式 價錢大概是400元 至於這個 就是一種太古方法炮製的牛肉 那我就不吃牛 就無福銷售了 價錢大概是300元 已經有交易 這裡環境很優雅 吃的東西都不算是超貴 所有遊客來之餘 也有本地人來光顧 大家來除了吃的之外 我覺得還可以慢慢走 看一下東西 買一下東西 這裡真的很多東西賣的 不是以為賣時裝又賣精品 開完餐廳玩玩一下 喂 這間餐廳都拿獎的 不坐裏面也都可以坐外面 這裡的菜單還有中文的 這個品牌來自清邁 當然就會有一些 具有清邁特色的產品 在這間旗艦店裡 所見到的產品 真的多過十萬谷 很多很多很多 小朋友的都有 有 女裝也有 給你坐的也有 雖然這個品牌 今時今日在曼谷的 San Perricorn商場 或者Empointion商場裡面 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在這個旗艦店之中 有很多貨品 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剛才看到 小朋友的衣服用品 甚至乎有些家品 Cousin等等 以及男裝 竟然是男裝上迷彩 正好 在這間店裡面 還經常有抵抗8G的 這間店叫做House 真是一個House 在一個House裏面 賣東西 食物 樣樣有齊 地方都超級之大 可以說是這個品牌的旗艦店 在這裡 衣食住行 樣樣東西都可以找得到 作為一個清邁的品牌 他們的設計都可以說沒得頂 而且根據他的設計師所說 一部份的產品 一做都是做一件 兩件 十件 八件 就不會做很多 於是乎買了就不怕 或是撞袋 或撞衣服 香港人喜歡用曼谷包 蝴蝶袋 但其實這個品牌 都有他們的袋 有些是膠造 有些是布造 款式都多 除此之外 更加有酷筍套 他們的酷筍套 幾乎有泰北色彩 就是這些 靈感是來自泰北的山區族人 入了一個膽子之後 就是這樣 可以用的嗎 答案 你們好像最大膽 continent 有些部份 第二句 有人聽說 ヒット 他們